2018年5月正式開放的大館 包括舊中區警署 域多利監獄和中央裁判司署 剛才跟大家介紹了不少舊中區警署的歷史史跡 那麼域多利監獄和中央裁判司署又有甚麼特別呢 其實現在大家看到的域多利監獄 在以前一百五十年代建起的時候不是這樣的 那時候是一個放射性好像星星的形狀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就炸了一部份 然後就剩下現在的長條形 域多利監獄其實以前和下面的警署和裁判司署是隔斷的 兩個是不能夠有溝通 現在我們因為活化的原因 在中間建了一條大管理 將兩個地方融合在一起 域多利監獄有幾個地方是相當特別的 參觀我都建議大家去看看 一個就是我們把監獄回復原狀 而這個監獄我們特意不安裝冷氣 大家可以體驗當時的情況 其實當時每一個窗裏面是睡三個人 而三個囚犯是沒有洗手間的設備 一人一個桶 我猜當時又沒有冷氣 一人一個桶 那股味我們也沒辦法複製 也不想複製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亦是很受市民歡迎的 第二個地方就是監獄掌樓 監獄掌樓大家現在去看的話 它很特別的就是還有一些壁畫 在牆上 壁畫是相當特別的 其實我們接收這個牆 在做工程的時候 是不知道原來下面有壁畫的 直到我們是把面頭的油漆慢慢剷掉 是本來要做一些防濕防漏的工程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下面是有隱藏的壁畫 現在我們都還在找究竟這壁畫是代表什麼意思的 維多利監獄一共有六個監獄 而最古老的就是我旁邊這個D倉 不論是天花、地板或是門窗 都保留著19世紀英國建築的精細技術 大家知不知道以前囚犯的入獄登記程序是怎樣的呢 等我告訴大家 其實一共有10個程序 而F倉這壁以前是俗稱紙無房的收押中心 如果大家來這裏參觀的話 就會知道是哪10個程序的 除了一般的身體檢查 手傷和打指模之外 拍囚犯照都是過程中重要一環 囚犯要穿上囚衣 拿著印上自己編號的牌 站在高度測量板前面拍照 其實中央裁判司柱有幾條很大的石柱 這條石柱無論在大館裏面看 或者在亞不樂道看上來都是相當明顯的 而糊塗牆亦都是用花崗石造成的 在整個建築群裏面 主要由紅磚灰磚造成的建築物 是有一個挺大的對比 這個地方亦很有趣 因為以前中央裁判司柱 所有香港的大案 以前都在審的 我曾經跟大Sir李明葵先生談過 他說他還不是大Sir之前 都經常在看 而很多警察當時會看看 究竟做大案的人有沒有樣子看的呢 很多時候都會聚集在那裏看 大家都知道中央裁判司柱前面那條樓梯 我們都有擺一個演示在那裏 當年的角拍案都是在那裏審的 介紹了這麼多打卡勝地 大家是否很想立即來這裏參觀呢 如果有這樣的打算 就要留意以下的事項啦 其實大館有好幾個出入口的 我個人會建議大家行人天橋 很簡單 很方便的 如果你跟著中區行人天橋的系統 就能夠直接進入大館了 另外在荷里活道上面的地方 都有一個入口也很方便可以進入 另外在亞北樂道也有一個入口 大家都可以選擇方便自己的地方 我當然鼓勵大家坐公共交通工具來 因為其實這裡停不了車的 另外就是因為人流的限制 星期六日的時候 都鼓勵大家上網 或者經過手機應用程式 拿回大館證 這個就是保證你可以進來大館了 其實大館是香港一個很重要的 歷史文化貴寶 是你和我一齊 是所有香港人的一個資產 我們都很希望每一個香港人 或者每一個遊客來到這裏 都能夠尊重這裏的歷史和文化 亦都保持這裏乾淨和整潔 這個是我們共同的遺產 我們亦都希望大家能夠共同尊重這裏 除此之外 原本在皇后大道中149號地下的警察服務中心 亦都搬遷了來大館一座地下二層 有需要的市民可以來到大館這裏報案又或者求助 是的 Kevin 講了那麼久 你有沒有去過大館 都還未 不過我打算都會去的了 在這裏提提各位 跟我一樣有興趣去大館的朋友 雖然大館是不收入場費 不過大家最好就是事先拿到大館的入場證 尤其是一些人潮高峰的日子 確保大家能夠順利進入大館 而在非繁忙時段 大館亦都會因應場內的情況 去給一些未持有入場證的公眾入場參觀 還有在這裏提提大家 應該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講開公共交通工具 接下來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承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要注意的事項 在香港道路交通那麼繁忙 相信很多朋友都會選擇用公共交通工具 不過大家搭車的時候 有些甚麼要注意呢 一上到車 第一時間又會做些甚麼呢 我多數會站著 所以我會抓住欄杆 OK 那如果坐那些小巴的士 第一時間又會做些甚麼呢 有想到嗎 要拿安全帶 扣安全帶 喊聲一點 扣安全帶 扣安全帶 入錢 扣安全帶 可以 那車在走的期間 有甚麼不可以做 不可以伸頭出窗 還有不可以跑來跑去 我的手沒有伸到窗 沒有伸出窗外 OK 大家都答對了 好了, 不如再看一看片 請師機, 你這個廣播到 好啊 太太, 麻煩你先摔安全帶 什麼? 摔安全帶 你不可以連寸我的寸寸也不行 太太, 根據香港的法例 任何人坐的士都要摔安全帶 否則我有權不開車 你不開車 那現在是否只有他在 他在我們去警署 除非得到運輸處的豁免 否則乘客是有法律責任 在配備安全帶的交通工具上 你必須要配戴安全帶 如果不是 就有機會觸犯道路交通 安全裝備規例 一經定罪 最高可被判處罰款港幣5000元 以及監禁三個月 而懷孕的婦女要留意 懷孕並不是一個理由不戴安全帶 就的士來說 如果乘客拒絕配戴安全帶 的士司機是有權拒絕乘客的租用 並且要求繳付車費 就像影片中的的士司機一樣 太太, 我沒有騙你 阿Sir也這麼說 在香港任何人坐的士 都是攬安全帶的 知道了 天氣這麼熱 你的冷氣涼也不涼 我待會休息後就攬回了 太太, 你這樣做很危險 乘客乘車時 千萬不要把頭或手伸出窗外 下車時 然後也要先留意路面的情況 才好開門 如果開門的時候 對其他人構成危險或傷害 就有機會觸犯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規例 可以被警方檢控 其他的道路使用者 也要留意路面的情況 時刻保持警覺 這樣就可以避免交通意外的發生 這裏是諾富巴士總站和環球磡東道的交界 在2018年6月13日晚上7時28分左右 就在這個位置發生了一種致命交通意外 而一名76歲的女子在意外中死亡 警方希望大家可以提供資料協助調查 當時一名男子駕駛公共巴士 由諾富巴士總站 左轉去環球磡東道 期間據報遇到一名76歲的女子 這名女子頭部和四肢受傷 被送往醫院治理 可惜延至8月26日證實死亡 警方在這裏作出呼籲 在2018年6月13日晚上7時28分左右 有沒有市民經過諾富巴士總站和環球磡東道 而目擊到意外發生的經過呢 有的話 請聯絡東九龍總區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第二隊 電話是2305-7500 2305-7500 如果大家有上述意外的任何消息 記得通知警方 今集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而下星期開始 我們會有一連兩集的倫敦金騙案特輯 今次我們邀請到Alex·方力申 和麥包麥長青 客傳演出《飾演騙徒》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